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把前两节我们说过的逻辑代码呢 全部实现在这个sliding window里面 在这里面呢我们有一个这个window list 然后有一个叫做这个max queen 还有一个这个working queen 那么这两个对列呢 它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理论里面已经说过了 然后m和star是两个指针 然后con呢用来统计这个star 往前走的时候经过了几个节点 好那么接下来呢在猝死化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已经排好序的这个节点宿主呢传进来 然后这个窗口大小挖动窗口大小也传进来 OK那么接下来呢这个pulling volume for time points 就是把每一个这个窗口节点的 把每一个时间节点 它在窗口期内的最大网络流给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slidefi sliding window呢 就这个逻辑就跟我们前面说过到一样 把这个star的这个指针往前走 然后这个con加加 然后找到这个star和n之间的这个窗口 这个窗口期之内的所有节点 找到这个所有节点之后 通过调用这个buildmax queen 把相当的相应的节点呢 加入到这个working queen中 加入到working queen 加完了之后呢在这里面 加完了之后我们这时候要把 在这个working queen里面节点都加入到这个working queen working quee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实现找到这个窗口期之内的最大网络流了 找窗口期内的最大网络流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 先从这个n得到这个n指向的这个节点 然后呢从这个max queen呢 得到他最后的这一个 得到这个他这个max queen最后的这一个节点 得到这个max queen最后的这个末尾这个节点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max queen末尾节点的网络流量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窗口期之内的 啊相应的流量 那么有了这个max queen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n打印出这个节点之后呢 我们这个n要往前走 往前走的时候要判断原来这个节点 跟这个max queen的末尾节点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max queen末尾节点给删除掉 ok 那么当我们加完这个 bill完这个max queen之后 也就是把所有节点都加入到我们的working queen之后呢 我们要判断这个max queen是不是空 是空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working queen负责给这个max queen 然后把这个 然后再给这个working queen呢 新分配一个对象 那么如果我们再加入这个 大家注意看 我们再加入 我们把这个节点加入到这个 把这个节点加入到这个working queen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加入的节点比max queen里面的这个末尾节点要大 我们就要把这个max queen给这个 复制给那 就是把这个max queen原来指向的对象给这个回收掉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虽然有一个new new一个这个new一个这个对象 但是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把它给释放掉 所以在整个程序运行过程中呢 它只会掌握一个固定内存 固定大小的 只会这个申请一个固定大小的内存 所以没有多余的内存产生 因此我们这个空间复杂度 仍然是常量级的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window呢 很简单 就是有两个这个属性 一个是tap 一个是volume 那么然后呢 这个判断这两个节点相等的话 就是看到的时间和它的这个流量是不是相等 相等的话就表明这个两个节点是相同的 不然的话就返回force 我们看一下入口 在入口处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构造一个这个时间点的数组 分别是最后分别是这个1 然后跟我们举的例子是一样的 这时候呢 19和4 最后呢 最多我们加了一个19和4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运行的例子呢 对应的是在这里面 对应的是这个 还有这里面有一个是19和4 那么19和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走起来看一看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star和end都会在末尾这个节点 ok star和end都在末尾这个节点 好 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代码跑起来看一看 对应的跑起来看一看 好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对列 这个对列呢 包含了这里面这个对列呢 跟我们是一样的 ok 我们往下走 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n呢 指向的是 大概是60123456 所以n指向在这个节点 star呢 也是6 所以star也指向这个节点 接下来我们要去通过这里面去找这个 找这个19的这个 时间点19 在这个滑动窗口6之内的所有节点 我们走入到这个sliding window 那么这时候呢 star往前退一个 我们看 star这时候呢 指向的是19 n指向的是19 所以这两个时间点 得到了这个点 得到了这个点是19 然后得到了这个n呢 大家看 得到的这个m呢 在这里面得到这个点m 这两个时间点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向减呢 是0 所以肯定是小于这个windowside6的 这样的话 star就减减 star减减的话 这个star就走到了这里面来 ok star就走到了这里面来 star走到这里面来的时候 抗注加加 这时候我们抗注加 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1 这时候再往下走 这时候我们一看到 这时候发现 这时候走到这里的时候 12和9一相比呢 它的这个跨度是7 7就要比这个6大 所以我们这个star要往回退一个 由于这时候star要往回退 ok 所以我们这里要star加加 就是往回退 往回退之后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bill这个最大的这个网 bill这个最大的这个 把这个节点给加入到working对链 我往下走一下 ok 这时候working对链是空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节点给加入到这个working对链里面去了 ok 把它给加入到working对链里面去 在这里是maxcreen ok 是那 这时候working对链 这时候就加入了一个节点 是19和4 ok 19和4 加入的是19和4 ok 这时候抗减减 因为这时候抗的话就减掉了 减完之后抗是0 然后这个star呢 往回退一个 你看这里star减减 我们这时候就要把这个star给往回走到这里了 ok 往回走到这 然后接下来往下走 ok 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working对链是空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maxcreen是空的 我们要把这个working对链里面的内容放到这个maxcreen里面去 然后working对链这时候是变成空 这时候变成空 那么大家看这时候working对链再去重新分配一个对象 好 这时候我们要打印出这个节点19的这个最大网络流了 这时候我们得到的是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从这个maxcreen里面找到他这一个这里面我们找到这个末尾节点是n 找到末尾节点的话实际上就是末尾节点就是19和4 那么这样的话当时末尾节点的这个最大流是4 所以这时候当这个我们处于这个节点19的时候 在他的滑动窗口6之内 他的最大网络流量就是4 好 我们把它打出来 这时候呢 最后呢 这时候n指向的这个节点呢 跟maxcreen这里面指向的节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maxcreen最后这个节点 这个n 这时候n打印完了之后要往前挪一个 ok 这时候我们判断这个n指向的节点跟当前maxcreen的节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maxcreen的这个最后的节点给去掉 去掉走的就是remote的这一步 那看走的是remote的这一步 然后往下走 ok 这时候它是空的话 我们就把它设置成那 ok 这时候就设置成那 设置成那 这时候这个n要往前 这个n要往前走 这个n就要往前走 ok 往前走 走到这 走到这 那么这时候大家看我们就打印出第一个点的这个 呃 在窗口7之内的最大网络流量是4了 ok 接下来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n和start仍然指向同一个节点 大家看 这时候我们再去fly这个finding这个window ok 那么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节点start在这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往回退 start要往回退 ok start往回退到这 这时候start往回退 这时候抗要加加 这时候抗要加加 接下来这个点的时候 它还是9和12 还是在这个窗口7之内 所以这个start要继续往前退 这时候大家看start减减 所以这个start要继续往回退 到这 然后这个7和12呢 呃 仍然是在这个窗口7之内 所以要往下走 然后再把这个start再往回退 再往回退 这时候发现呢 我们这时候5和12呢 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比这个窗口7 6要大 6要大 这时候就要出来 出来之后 由于这个 这个节点指向的窗口7比12大 跟12的距离比6大吧 所以我们这要start 然后往前再走一个 所以start加加 OK 所以这里面start加加加加到这 OK 在这里面了 这样的话 从节点12开始 窗口7比6的话 就这三个节点 OK 就这三个节点 然后我们要把这三个节点 给加入到workingquay 好 加进来的时候 这时候大家看 这时候这个workingquay是空 那么start指向的节点 是这个7和8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先把这个7和8和加进来 OK 7和8加进来 大家看 这我们的代码 7和8给加进来 OK 大家看加进来 7和8加进来 好 这时候 这个start前面 这时候 start前面这里面 7和8加进来的时候 接下来这个抗减1 这时候再把这个9和3准备加进来 但9和3 这个3的节点 流量比这个8小 所以这个9和3就不加进来 大家看我们代码 OK 大家看我们代码 OK 它跑出来了 没有add 所以就跑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呢 再跑回到这里面了 有一抗是3 这时候抗走到这里面了 这时候12和9 这时候12和9的流量比7和8大 所以要加到这里面了 OK 是12和9 要加到这里面了 OK 我们看一下代码 OK 大家看这里面 add加进来了 所以就加进来了 OK 这时候看 减减 看减减 是0 好 好 这时候start呢 要减减 start减减的话 这个start就跑到这来了 OK start就跑到这里来了 start减减之后 start跑到这里来 紧接着 我们这时候又要打出这个 好 这时maxquare正好是空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里面的这些 workingquare里面的内容呢 都考到这个maxquare里面去 OK 大家看就走了这一步 我们就走了这一步 好 就走到这里面了 好 这时候呢 这个当前窗口的 滑动窗口器内的这个最大流 网络流就是9 因为这个maxquare的末尾节点是12 9 流量是9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给打印出来了 OK 大家看 这时候这个窗口器 再点12 它的这个窗口器的流量是9 就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 由于此时这个m和这个末尾 这个maxquare的末尾节点是一样的 所以就把这个末尾节点给去掉 由于这两个节点是一样的 就去掉 所以这个m再往前走一个 到这里面来 m再往前走一个 大家看 OK m再走一个到这里面了 m-就到这里来了 好 接下来再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我们再发 再找这个 finding window 那么这时候呢 这个5和9 仍然是在这个窗口器之内的 OK 所以这个start就往回退一个 这个start就往回退一个 到这里面了 大家看到这里面了 这时候这个count++ 好 接下来再往回退一个 这时候 这时start在3和9 那么这时候 他们正好在窗口器之内 start减减 OK 就出来了 这时候这个正好是一个窗口器 所以他就这个出来了 出来的时候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start指向的是这个3 然后这里面 啊 这个start 这时候我们又往前走了一个 指向3的时候往前走了一个 这时候1和这个 1和这个9呢 他们的距离是8 距离是8超过了这个窗口6 所以我们要往回走 start++往回走一个 start++往回走一个 走到这里面了 OK 走到这里面了 是这个 再往回走 就是3 这样的话start和end之间的节点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 在时间点是9的时候 窗口76的时候的所有节点 所有节点 然后把这里面的节点呢 都加入到这个working对列中 由于count是2 所以我们只加这两个3和1 5和4 OK 好 这时候我们build这个maxquare buildmaxquare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呢 现在是3和1 由于这个working是空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3和1加到这里面了 OK 大家看一下代码 OK 大家看这个add已经止行了 加到这里面了 然后走过去 紧接着要加5和4 由于这个4呢 比这个流量 这个1要大 所以我们要把它加到这里面了 5和4 OK 要把它加到这里面了 现在往下走 OK 大家看这里面又add了 加到这边了 这时候count是0 count是0了 我们的所有工作就完成了 这时候start要减减 start减减的话就走到这里面了 start减减就走到这里面了 OK就跑到这里面了 OK 这时候 我们发现 这时候有两处 那么回来之后 我们这个maxcrate不为空 maxcrate不为空的话 那么以这个时间点为9 它的窗口器里面的这个最大流量 还是这个7和8 对吧 还是这个7和8 OK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最大流量打出来 然后得到这个maxcrate的末尾节点 得到末尾节点之后 再把它打出来 大家看 那么也就我们时间9 点是9的时候 这个窗口器之内 滑动窗口器之内的最大值 然后最大流量只是8 好 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start已经是这个 start已经指向末尾处了 好 这时候我们这个m走到这里面来 OK m指到这里面来 然后m和start就正好 这时候他们就正好 那么这里面呢 m和start呢 就正好形成是一个窗口器 所以这时候如果以时间点为7 在滑动窗口6之内的所有节点 就是我们选中的 这是这么多个节点 OK 那么这么多个节点往回走之后 好 我们就把这个 就算到了这个节点1 就加进来了 这个kong是1加加 OK 这时候kong是1 1的话就是因为这个start跑到这里面来了 由于start往回退了一个节点 所以这个kong要加1 好 就出来了 OK 这时候我们要build这个maxcrate 因为这个start呢 他往前走了一次 由于这里start是0呢 他往回退了一个点 所以他现在变成了是-1 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边角条件 这时候start是-1 但是-1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start我们代码里面把它往回退了一下 这时候往回退指向-1是没什么 是一个边界条件 所以我们要注意处理一下 应该条件 OK 这时候的话 大家注意看 这时候的话 我们如果这个start是小于0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设置成0 然后这时候这个kong是1 所以我们要把当前这个节点给加进来 那么这时候加进来是1和10 大家看这个10呢 比这个4要大 比这个4要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1和10加进来 那么当我们把节点加到这个Working Queue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节点流量的值比这个MassQuade末尾的这个节点流量还要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把它给清空 保存那 就把它给清空 清存那 那么清空的这一部分是在哪做的呢 清空的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做了 大家看 这时候我们找到的这个start指向的节点 它的流量 它的流量如果比这个 它的流量如果比这个 比这个MassQuade的这个末尾流量要大的时候呢 大家看这个条件 要大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MassQuade给清空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加进是1和10 比原来这个7和8要大 所以我们就要加到这里面了 就要把这个MassQuade清空 清空之后 由于这个MassQuade是空 所以我们要把下面的这里面 Working Queue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全部拷贝到 全部拷贝到这个 在这里面所有的节点呢 全部放入到这个MassQuade里面来 OK 这时候MassQuade指向的末尾节点呢 就是当前M指向节点的窗口期内的 这个最大网络流量节点 大家看这个7 7 7 8 5 4 3 1 10 所以最大的就是这个10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10 OK 我们就得到这个10 OK 这时候大家看 这时候这个Quade 就是我们这时候就把Working Queue里面的内容 全部放到这个MassQuade里面去 OK 这样的话 然后这时候再把这个最大点打出来 大家看在7的时候最大点是10 好 那么其他的呢 那么其他的节点我们都同理可做了 OK 那么其他节点大家在自己旁边 大家5的时候 3的时候也是10 1的时候呢 OK 1的时候也是10 他看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那么从我们把得到的结果 跟我们这里面用自己用手算对比一下 得到我们这个算法运行得到的结果呢 应该是正确的 由于我们这一节的这个算法步骤比较繁俗 有可能我在推导的时候 不知道会有可能会有错 我虽然检查过了好几次 我们的这个算法应该问题不大 但如果大家发现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网易语课堂上给我发消息 然后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和改正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大家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相应的代码之后呢 可以再去根据我们这里面的这个演示 和这个博客上这个文章里面的这个理论 描述再对应一次 那么这个算法呢 应该是走得通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Cody迪士尼 谢谢大家